天花板 從進家門滴滴答答聲 抬頭往上看 天花板竟然掛了一顆顆的珍珠 其實都是水滴 讓人密集恐懼症發作了 天花板下去 都一樣超濕 拿拖把清理朝天花板刮過去 水就像瀑布一樣往下熏現 如同水連洞 甚至得撐雨傘刮水小翻了 全是水 好笑歸好笑 但雨淋濕的沙發地毯超麻煩 而且牆壁地板狂流汗 也不小心就可能會滑倒受傷 腦地則是低層小水灘 都是因為 那偏南風的一個情形是 因為它就是比較暖濕的空氣 一出水氣出來 然後就是會有些反潮的情況出現 原來是回南天反潮現象 每年出現在3到5月 因為吹偏南風所以比較潮濕 而今年提早報到那該怎麼辦呢 打開窗戶希望通風就是人間動作 越開窗越潮濕 克服方法第一步 關閉潮南向的窗戶 再來打開室內除濕機 地板丟乾燥機 為了平衡內外溫度開暖氣機 而浴室開電風扇避免滑倒 就是盡量就是要開除濕機 冬末存出吹東南或南風造成返潮 民眾記得關緊窗戶打開除濕機 小小動作避免回家變成水連洞 室內下小雨濕搭搭打掃起來 更厭世 記得今天從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